第四章 各位同學大家早 我們今天要進入第四章 第四章是介紹碰撞 其實他是把第二章的動量和第三章的力學能 一起拿來做討論 請各位翻到138頁 第四章 碰撞前後的手環率 首先想要請問各位 生活中有沒有哪些碰撞的例子呢 我們來加分 請舉手 請說 沒錯 車禍 請小老師通道加分 還有像是 籃球撞籃板 或是說跌倒 其實都是碰撞 所以仔細的去思考 你就會發現 其實只要有失利 就算是碰撞 因為你可以很用力的撞 你也可以輕輕的撞 輕輕的撞 就是有失利就算是撞 所以咧 碰撞其實就是交互作用 廣義上來說 碰撞 即交互作用 透過力 來交互作用 那再更進一步的 請問各位 一定要互相碰觸到才可以碰撞嗎 不一定 像磁鐵 小時候玩磁鐵 恩幾恩幾 靠近 磁鐵就彈開了 沒有碰到就彈開了 超距離也可以造成碰撞 那首先我們就來討論兩個物體 碰撞的動量 剛剛說這一章節 是關於動量和力學能 那兩個物體發生碰撞 主角是這兩個物體 先不考慮第三者 對他們的碰撞 那以兩物為系統 那當這個系統所受的外力合為0 那最後會有一個手橫律發生 是在第二章我們介紹的 什麼手橫律呢 動量手橫 這個情況下兩個物體的總動量會手橫 那我們把它用碰撞的例子 來重新複習一遍 這個是一號物體 這個是一號物體 它要去撞 追撞 二號物體 那撞下去的時候 一號二號之間就會有作用力 一號把二號往前推 一號對二號有一個力 可是二號會阻擋一號 會有一個反作用 那這兩個力是同時發生同時消失 它經過的時間一樣 那在第二章動量 我們有介紹 力作用一段時間 就是動量的變化 所以一號推二號 所以一號推二號最後一段時間 造成二號物體的動量變化 而一號也被反作用力 造成它的運動量的變化 那這時候呢 如果以兩個物體為系統 如果以兩個物體為一個系統的話 因為這兩個作用力 大小一樣方向相反 作用時間又一樣 丟他T又一樣 這兩個動量變化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那我們就可以寫 一號的動量變化跟二號動量變化 差一個負號 方向相反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 跟各位複習一下 我們的動量手環的方式 把這個變化量寫為 後來的動量減掉原來的 後來的動量減掉原來的 後來的我們會加一撇叫prime 那我也把後來的狀態畫出來 後來一號變慢了 而二號變快了 再往前推了 這就是最後的狀態 動量 那再把動量的方式 再移向一下 經過移向 我們可以得到這樣 這就是碰撞前的走動量 等於碰撞後的走動量 碰撞前一號動量加二號動量 碰撞前走動量 兩者相等 而動量的公式還記得嗎 質量乘速度非常好 所以我們可以寫 N1 V1 加N2 V2 那就會等於 這裡還要跟各位介紹一個重點 那就是 我們把 等式的兩邊 同除以 總質量 就出現了 直心速度公式 左邊這一箱 就是 碰撞前的直心速度 右邊這一箱 就是 碰撞後的直心速度 那也就是說 碰撞前的直心速度 等於 碰撞後的直心速度 在碰撞的前後 直心速度不變 這個就是動量手衡的另外一個結果 因為 直心速度就代表整個系統的速度 可是現在整個系統的合一是零 那就要等速度運動 所以整個系統的直心速度 就維持等速度 好 複習完了動量手衡要強調一件事 無論是 任何碰撞的種類 只要沒有外力 對系統成員失利 比如說 以一號二號為系統 沒有第三者對一號失利 或對二號失利 則 系統的總動量就會鎖了 跟碰撞的種類無關 什麼叫碰撞的種類呢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碰撞的種類 從力學能手衡 從力學能的觀點 來分析 碰撞前後的力學能 我們用表格來整理 主要要介紹的是兩種 碰撞 第一個叫彈性碰撞 第二個叫非彈性碰撞 彈性碰撞 二架 是相等的 那反過來說 飛彈器碰撞前碰撞後 總動能是互相等 什麼意思呢 就是碰撞前一號的動能 加碰撞前二號的動能 是叫做碰撞前的總動能 碰撞後的動能 一號也有一個動能 二號也有一個動能 碰撞後把這兩個動能加起來 跟碰撞前的做比較 如果碰撞前碰撞後的總動能 是一樣的 就稱為 彈性碰撞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去 去 檢查 這是檢查方法的一種 動能公式 1分之1 m1b1 平方 加 二號物體的動能 2分之1m2b2平方 會不會 等於 2分之1m1b15平方 加2分之1m2b25平方 這兩項是 碰撞後的總動能 這兩項是 碰撞前的總動能 如果這個等號成立 就是屬於彈性碰撞 如果這個等號不成立 就是屬於非彈性碰撞 那為什麼 碰撞 前後會有差異呢 那就是因為 過程中有發生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碰撞的過程中 這兩種 碰撞有它的不一樣 碰撞的過程中 彈性碰撞 聽起來就是 ㄉㄨㄞㄞㄞ 很有彈性的感覺 就是 ㄉㄞㄞ 它會完全彈回來 可是在彈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會有一種 類似彈簧壓縮的效果 那類似彈簧壓縮的效果 其實就會有 彈性味能 就是它會有部分的動能 換成彈性味能 我們在先前力學人手的章節提到 如果是換成衛能,那他只有一天會自然的還給我們 會打動的還回來 所以雖然他換成衛能,但是他可以再還給我們 我們可以用一個圖來示意一下 假如這個是A物體和B物體 A物體在跟B物體碰撞的過程 他們都有各自的動能 但是呢,同時也有一個衛能 壓縮下去 可是這個衛能是可以全部換為動能 那就是動能和衛能互相轉換 也就是力學能手能 那如果是非彈性碰撞的話 那當然就是動能沒有完全換成衛能 他有可能換成另外一些能量 比如說什麼能呢 就是熱能 就是熱能 換熱啊 那也可以透過聲音的方式傳播出來 等等等等等等 像我們前面說啊 如果你是保守力做工 那就可以換成衛能 那最後他又會把保守力 又會把衛能換為動能 還給我們 那可是如果你是把動能交給摩擦力 交給空氣阻力 這些非保守力 那那些非保守力 就會把動能變成熱 那就不會還給我們了 那我們一樣畫個視力圖 像說C物體 跟D物體 那他們在碰撞的過程中 也有各自的動能 那也許也會有衛能 可是如果是非彈性碰撞 那在過程中 就會有一些能量 變成了 熱 或是聲音等等 這一部分 沒有辦法 換回 動能 那 也就是 力學能 怎麼樣 不守 好這樣子 各位同學沒有比較了解呢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就介紹了這個 碰撞 它其實是 把動量和力學能 一起來討論 那 只要 兩個物體互相碰撞 沒有第三個物體 那這兩個物體的系統 就會總動量守能 跟碰撞的總類 無關 那碰撞 根據 前後總動能 是否相認 可以分為 彈性碰撞 跟非彈性碰撞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 就是 過程中 是不是有非保守力的做工 如果 只有彈力 這樣 回來 那就是 完全的 動能 還給我們 就是 屬於彈性碰撞 如果只有 一點點而已 那它就沒有 把所有的動能都還給我們 就會有一些動能 變成了 熱 那種就屬於非彈性碰撞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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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